昨天跟耳圈玩了一整天 鳳林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慢城 我實在太喜歡這裡放慢腳步的生活方式了 但今天好像就要離開鳳林了 我想行程也不會是輕鬆的 反正也是,來個搶的 不會的,今天的行程一定是優災猶災的 你別那麼掃興了,走吧 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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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戶外住宇宙 我觉得有吸收了一些你知道多巴胺 感受到这个太阳的温暖 最难的我觉得是地不平 就是你踩的时候可能有些动作要 有一只黑心脚、中心脚 但是你的脚是踩进一个洞里 所以坐半个屁股都是在坑里面 你看到我的筋比较硬 也不是有点 而且你的动作非常缓慢 你有发现吗 你变得很像树懒 真的躺着也中窗 很多人在坐瑜伽的时候会冥想 或者是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蛮适合 因为你话很少 给女神嫌弃其实也是一种荣幸 但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也是花这么少吗 在这里 在里面 今天我们的广东话小教室 就来一个小PK 因为我知道二圈的广东话 就学得很快、很标准 所以就来挑战一下 是 你们两个 挑战你 这个小PK的广东话就是这个急口令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问你鸡贵还是乖乖 一蚊一只鸡 一蚊一只鸡 问你鸡贵还是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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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他就要考验我们友谊的小船会不会犯船 好啊 我等会看看谁是类类的 我们等等要去山顶 喂 我开始怀疑 我们是不是在拍摄影爱求生节目 为什么不是爬山就攀岚的 对了 山 树顶 山顶 树顶 我们要去树顶 树顶 对 树顶玩一些特别的游戏 然后还要去森林走 独木柴 怎么样 你有没有试过吗 没有啊 可以吗 有啊 这枪很厉害 好啊 我还是很害怕啊 你不是女神来的吗 你玩这么刺激的东西 平时保持着不是漂亮就行了 我跟你讲 女神有很多种 有弃子女神 有邻家女神 我就是那种女力爆发的那种 有很多不同的变相 对不对 而且你们两个都恐高 因为爬完树之后 我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 很高很高的 很特别的也要带你们去玩 是吗 我今天就保护你们两个好不好 好啊 可以吗 看准备 我啊 我应该不会想退通道了吧 你好 你好 等一下啊 我们要玩的活动叫树贯沉汗险 那顾名思义活动会在树上进行 那我們在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串一下我們桌上的幾樣裝備 接下來是我們的走路設施 那後面下一關是獨木橋 獨木橋 獨木Q 對 獨木橋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你的滑輪推過鋼索那個鐵片之後 你們的手就可以抓著兩邊這樣慢慢走過去了 來啦 小心 小心 我們現在走著 剛好有貓咪跟我們一起走 貓咪陪你 走天橋 他們自己做了一個貓抱 好可愛喔 哈囉 這樣子我覺得本來害怕的人都不會害怕 把這個小貓咪給吸引 好可愛喔 哇 好玩 康師傅你現在很像樹懶耶 好妖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會咬橫子不得 啊 我好準 為什麼 好陡啊 好恐怖喔 趕快走完 好恐怖喔 趕快走完 哇 咬出來 咬過來咬 哈哈 咬咬咬 咬咬咬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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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走過這條橋以後 前面就可以完成任務了耶 謝謝 你可以走快一點嗎 任務完成 太好了 幸好不是什麼很危險的攀山攝水 總算是完成了這項挑戰 接下來玩的就刺激了 是花蓮才能玩的輕航機 開飛機 不是吧 穿上我們的飛行衣了 擺個最帥的姿勢吧 好 擺了 你這是什麼姿勢啊 都沒有動耶 對啊 算一下 你看我們穿了一件飛行服 好像都… 不是真的好像開飛機一樣 不是,我覺得我像 但你有點像滅蟲 真的有點像滅蟲 但你也穿得很有型 我以為女生穿得很奇怪 唯一一個真的穿得真的像開飛機一樣 而且這個會直接感受到 上面的空氣有多冷 因為它沒有機身包住 這種輕航機的速度沒有很快 它時速大概是80 所以沒有很快吧 你沒有開車嗎 沒有… 好,能跟他們聊天 80時速其實沒有還好 不錯很快 因為一般飛機是真的超快的 對,所以這個… 而且你看 其實通常起飛的時候要跑道 像這個跑道就沒有說特別長 所以我覺得它起飛的速度 是安全的,你們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不擔心的 因為兩位控告嘛 我不擔心的,她很擔心 她比較擔心 對,她一邊過來的時候 已經很緊張、很害怕 我們等等會一個一個上 一個… 因為你們沒辦法一起 你們兩個在一起 只有兩個位而已 有一個是教練會帶我們飛 對,所以… 不用怕 安全的 反正又不是你拿 有教練在旁邊嘛 你要相信教練 安全… 安全… 不用擔心 她現在已經笑不出來 她的樣子放鬆一點 加油啊 而且通常飛行之間 一趟大概是十到二十分鐘 都可以跟教練溝通的 嗯… 而且相當的安心 是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有填資料嘛 這邊呢,都會幫我們做好保險 所以其實… 是絕對安全的 對,安全… 而且因為教練都很專業 已經很有經驗了 所以是絕對不用怕 張師傅回來了 張師傅回來了 你不會太好笑 我還沒聽到你們說話 我現在聽到 一口 一口 我就… OK 我上到上面 我差點不敢閉大一隻眼 剛才教練不斷說 要跟我玩這個 雲燒飛車 然後我就不斷說 不要啊… 我只敢看前面 我看不到一下 你看到下面 對 恭喜你回來 很好玩 我剛剛有看到 你是不是有不一樣的特技 對,玩了一個雲燒飛車 就是這樣飛上去 然後就這樣跌下去 是有利心力的,但很爽 那就輪到我了 換我去挑戰 好… Let's go… 好好玩喔 是嗎 你會有點可惜 今天天氣沒有這麼好 不然一定會更漂亮 對啊 而且剛剛教練有讓我體驗 他說 要準備施術了嗎 就是那種飛上去 然後就… 有點像是那種自由落體的感覺 因為剛剛飛上去 有一點冷對不對 還是我們去喝個熱咖啡 暖個身子 都好喔 好嗎 那我們先去換衣服 問他嗎 好… 好… 這間在受風這麼熱門的打卡咖啡 是耳圈的Pocketlix之一 平時方家就最喜歡來這裡 探訪個午餐 了 兩個男的比我還會吃甜點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男生這麼愛吃甜點 真的嗎? 我是挺喜歡吃甜點的 嗯 我本身也很喜歡吃麻卡龍 我選擇這隻白鳥味 另外它的夾心 看到它是有兩層 就是裡面是更深色的 你外面是一層淡淡的白鳥茶 你加上裡面再濃郁一點的口味 你吃起來是很豐富的 嗯… 我這個複盆子裡面也是有醬的 就是它有內心的鹹 對 而且它的皮是比較脆一點 然後它裡面的醬是酸酸的 酸酸甜甜 然後配上這個咖啡 那就絕配 這樣子 嘿 妝可愛 然後屁股要往左推 然後再往下蓋 右手 右手跟右腳一起 同手 同腳 抓前面 左邊 右邊 然後往下放 嘿 拉一個 左手往上 然後抓下來 放在頭上 喂 這是什麼 來的 嘿 腳 然後手腳 往前 一個 一 二 三 四 準備 走 成功 成功 需要很快 那等一下回到我們哪裡玩呢 等一下,因為我們也飛過了 也在樹林,盪來盪去 接下來我們去水上的 水上活動? 外面很冷 對,你看我們,穿得整隻種 我們等一下有個飯店 可以坐在竹筏上面 在一個運河上 然後我們會在那個竹筏上面 要降滑船這樣 哇,真是幸運 差什麼都可以,總之不用下水就行了 這麼浪漫? 對 哈哈哈哈 好啊,我們就可以去吃飯了 好啊 花蓮有很多可以看到美景的飯店 但是只有這間 可以這樣搭著祝佛 去欣賞沿途的生態 耳圈說上次回老街的時候 來過一次已經很難忘 還說一定要帶我們來玩 跟你們想像中的差不多嗎? 因為香港其實之前都有 所以我也有看過 哦 哦 這樣子煮法由生態原始 大概一趟的話時間是15到20分鐘 嗯 就不只可以看看周遭的環境之外 你看現在旁邊現在有一點點 天色漸漸暗 它就會有這樣子的燈光 嗯 感覺是很浪漫對不對 是 看到附近的餐廳呢 在那裡吃的一定很棒 哦 其實挺有感覺哦 這裡 很輕鬆的感覺 而且他們的飯店其實在外面那邊 它那裡很神奇 還有運河哦 運河 哦 運河 所以還可以搭那邊的船游運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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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說喔 花蓮這家飯店呢 它的餐廳會依照當季的食材來做入菜 那今天為兩位準備的就是這個 玉竹淮山蓮藕雞湯 還有的蓮藕是我們花蓮壽峰這邊的蓮藕 裡面呢還有加一些桂圓啊 冬蟲夏草啊 還有南北干貨等等 是家的味道 嗯 因為我家裡都有煲湯的習慣 然後看到那些蓮藕更加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平時家裡都會煲些蓮藕湯 而且蓮藕是煲完湯 其實它都是很爽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很喜歡吃蓮藕的 嗯 而且我覺得它吃起來其實非常的 脆的 就是不會吃下去沙沙或爛爛的 你有沒有吃到它的絲嗎 哦 對 嗯 但是而且它吃起來很香 嗯 身為這麼愛喝湯的香港人 那你們覺得這個湯可以搭幾分 嗯 嗯 我們絕對不會給滿分的 是嗎 因為滿分只屬於我媽媽的 我媽煮的湯才是滿分 哦 媽媽煮的比這個還厲害是不是 不過這碗都好喝的 95分了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道乾燒紅燒雞包 雞波 雞波 你們對雞波應該也不陌生吧 因為香港其實都有很多雞波 哦 那這個是用花蓮自然養殖的這個木桃池 它就是把材料放進去以後呢 用熱油爆香 裡面呢還加了一些中藥材 它豬潤都很入味 還有一陣紅燒汁的味 嗯 它是用雞的部位呢 都是更加關節的位 不會說很大塊骨 吃下去是膽膽肉 那你們覺得這個跟香港吃到雞包 很不一樣 香港的雞煲通常是好像打便龍形 吃什麼吃 因為這邊的主廚呢 其實是香港的師傅 嗯 對 有感覺對不對 他就是把香港的這個烹飪方式 帶來台灣之後 然後有透過一些就是花蓮當地的食材 還有因為是秋冬 想要做一個溫補的方式 所以有放一些中藥材等等 可以讓我們在吃到好料的時候 也可以補補身體 再來是這道 它叫蔥爆斑南包 斑南包 對 是用台灣在地養殖的石斑魚 所以吃起來會非常的好吃新鮮 然後另外特別的是 你們看到這個綠綠的 這個呢 它就是萬壽 萬壽菇 對 它會先用這個來做爆香 然後用文火的方式來處理這道食材 我應該有水味的蘑菇味 好不難 你說完之後 有點像蘑菇糖的味 沒有芒果的味道 有 芒果青 而且它那個魚皮的處理也處理得滿好 這整道都是滿滿的膠原蛋白 這個你們現在太年輕 還不懂膠原蛋白的珍貴 像我這次帶你們玩了兩天 你們有沒有最喜歡 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行程 不要選擇 我會選擇最深刻的是度假屋 我安排了這麼多 你是喜歡度假中心 不是 其他都很喜歡的 但是因為我之前沒有試過露營 就是我很想試一下露營 然後那個度假屋 又有那種小幕屋 好像去外國度假的感覺 還有溫泉針 溫泉也蠻放鬆的 你呢 我也很同意阿狀 就是住一個很大的帳幕 但是我最深刻的是 其實是乘搭這個 影韓機 我本身是沒有想過 在這個行程裡面 會做這些這麼刺激的活動 但是我本身很害怕 真的是第一次去坐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平時跟朋友去旅行 他們說要玩這些 我第一個說不玩的 我寧願坐在這裡看著他們玩 我沒有想過這次 是真的要親身這樣嘗試的 其實花蓮還有很多很漂亮 很好吃的地方 既然我們變比較熟了 不然你們女神同行的第二季 說不定可以找我啊 我都希望第二季還有我們 什麼啊 你說什麼啊 我們好像有的 但是阿倫就不知道了 一定會… 真的嗎? 一定的嗎? 不是客套話嗎? 不是, 一定會玩你 我到時候再安排 花蓮其他的好地方 帶你們一起去 好啊 好, 大哥哥 一言為定 好 你看他連大哥哥都… 大哥哥馬上講很遠很遠 我們自己去… 你可以真誠地跟我們交朋友們 可以 好, 來…大哥哥… 一言為定… 我是吳雨萱 我是花蓮鳳凌人 不知道去花蓮還有什麼方法 是又方便又快的呢? 因為總是覺得我們還有些地方 是沒有去到的 非常簡單 只要我們在KK Day App 輸入台灣內陸機票 由台北飛去花蓮又快又方便 而且你可以用這個App包車 自己選花蓮的行程 或者一天就可以看到評語 去太老角等等 數都數不完的景點和食物 去花蓮發掘最新最齊的景點 行程就適合了 正啊 那我們快點計劃一下行程 看看去哪裡好過吧 你家裡有沒有種盆栽的? 我沒有耶 因為我以前都把盆栽種死 我以前小時候都把那個多肉植物 折一半當肥皂 好, 認真 開餐 我已經… 好久… 沒有吃到這個味道了 好感動 因為你知道這個是我小時候 當早餐的東西 早餐是這麼多 我跟你講雖然在台灣都有麵線 可是我在台北吃到的麵線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們兩個給我在地導遊打幾分 我覺得9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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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嗎 嗯 扣1分為什麼 9分是給你下次再爭取的 我們下次再來的時候 你就再可以帶我們去玩多些不同的地方 到時候我就會給你10分 那你呢 我沒有去那麼高要求 我給9.5分 ヽ ノ 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